這個球用噴的看著球再見了 全雷達又是長達 電話球掉到紅中位置 樂電桃園重炮 全成威一棒獎小白球轟出牆外 這是全成威本季第9號全雷達 更幫助桃園拿下關鍵超前分 現場的全雷達就非常的振奮 我們猜今天他是請假歸隊 所以連續有連續7場有安打 全成威跑回奔淚 受到全場球迷和隊友起立鼓掌 因為這一發紅不讓對他來說意義重大 由於全成威阿嬤最近才剛過世 能夠敲出至勝後 賽後全成威也將這一切歸功給最愛的阿嬤 先謝謝剛離開天上的阿嬤 謝謝她好好的到了天上 但是也沒有忘記眷護我 讓我能夠好好在上上表現 謝謝 全成威賽後激動落淚 也讓全場球迷和樂天女孩哭泉一片 眼看世界12強賽距離不到三個月 準國手陳成威狀況超火燙 另外旅外好手們表現也非常亮點 犀利變化球贏又打指出棒 台灣旅美好手林玉銘 目前效力於翔尾蛇隊2A 驚奇仔攪出本季最佳成績 主投七局沒失分還飆出五次三陣 林玉銘被視為本屆世界12強王牌投手之一 而另一位就是他 目前年僅22歲的林振偉效力於紅雀隊EA 最快球速高達162.5公里 是台灣投手測得最快球速 旅美球員加上中職球型的台灣隊陣容 將在11月10號到11月24號出展世界12強 到時候東森也將轉播熱血賽事 東森由劉漢元靈州綜合報導